今天如果繼續來說這個中國 不說不大不說怎樣 又又檢查到台灣的水產品 進口中國 說五花魚跟三肉 豆魚 創作最大 影響的三達超過六十億 農委會主委等於說 中國雖然要求全世界的食品貿易 要進口中國都要做錯 但是獨特就是對台灣的憲罩特別嚴格 設置的機関也提早半年 無人就一間秋雄有通過註冊 可以維持正常貿易 但是中國未來 中國如果要是用這種的定屬 禁止台灣的水產品入冠 無拜託 要向世界貿易組織 提出申請 貿易和水產入冠 針對我們採取比較嚴格的措施 比如說他是要求 我們八月底以前完成補件 那其他的國家呢 是在明年的六月三十號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WTO裡面 用了一個行政的貿易障礙 所造成的影響 看八十隻萬用飛鎮出去四個月 再回來吃青棟的飛鎮 算不上廣銷 接著和政府都很中心 台灣都做八百九十幾千 千雄 八百八十九千都叫中國要求減停證號 等於說一千千雄 可以進行運到中國 那我們當然不會排除到WTO裡面 去做相關的申訴 因為來看台灣海山出口的情形 經濟農業會統計 今年九十一過危機 說是出口總領 十九七千七百十六棟 有五千四百四十七棟 運到中國占超過這次 三百有得好一歲了 主要是運到韓國和日本 不過中國也占百分之十四 因為上次是有幾家 每一庭有幾家有庭 這次是全部都停 所以它的影響會更全面 它把我們的石斑魚跟白帶魚的禁掉 這兩個就有出口值大概十八億 所以以去年來講 我們大概有六十幾億的水產品的產值 一年會有這樣的一個影響 那一半期到現在五個月三百 就算要求台灣保險時間 只要到國家百年 台灣入市外國保險 也不可以掛消 到底都解釋在出問題 進步還要繼續調查關心 多可遷 我們要求